《尿井梅奥式》是当代香港女画家尿井梅的个人展览 展出它由2008年至今超过40幅的作品 包括油彩、塑胶彩、水彩以及促写作品 当中以油画佔多 尿井梅出生于北京 1988年入读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访划系 一年后获班奖学金到前苏联留学 在著名的学府莫斯科国立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深操 并在1996年毕业获得艺术碩士学位 其后回到北京任教于中央美术学院 1997年移居香港 在多年的学院训练下 尿井梅的写实功夫无用置疑 但她认为完全写实的人物和场景 会限制了观者的想像空间 所以她的作品不会局限在巨像的形体 同时她在大学时期受过版画的 套色碟印训练 对颜色十分敏感 能够温庸至余 巧妙地透过这些颜色 和充满动感的不足书情写意 尿井梅无论是版画、油画或促写 一直都是以人体为创作的主軸 她沉醉于描绘人的体态 以及身体的稳率 是她不下的人物 虽然依照真人无得而作画 但更多的是她个人的情感 以及精神的投射 尿井梅移居香港之后 外与工作和家庭的关系 令到她难以专注创作 曾经一度停止绘画 但在十年之后 她重拾画笔 创作了一系列的人体画 命名为我语 代表画家的说话 以人的肢体动态 表达自身情感 这幅作品命名为《塞乐园》 画中的人物手上捧着苹果 令人联想到圣经中的知识感果 揭示改变的开始 同时亦表达了人类对自由意志的追求 背景已流动的油彩组成 衬托出主体的轮廓 形状像蝴蝶 象征剪刺和蜕变 尿井梅又在颜料里加入了沙粒 做出特殊的基礼效果 令画面的黑色更负层次感 另一幅作品叫《背离》 以画中的离为下音 加上人物的背额姿态 表示背离至身 尋求突破 两幅由画的人体都描维写实 巧妙的明暗色调 展现了画家扎实的素描功夫 呈现出雕塑般典牙妝严的风格 和背景大面积的色化 以及描洒的不足 形成鲜活的对比 油画对峙和光 是廖井梅经历了十年停笔后的首批作品 画面的人体和背景层次分明 明暗对比强烈 象征人的内外矛盾 表达在黑暗时期的挣扎和痛苦 两幅作品对人体的描画 都摆脱了古典写实的风格 反而以明化的不足 呈现了画家创作当刻的心情激动 站立的人体贯穿了整幅画面 并有继续向上延伸的压迫感 将内心的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两幅油画都是描绘非奔冲刺的动作 表达一种好像重见天日的高昂状态 在明明狂飙突进的作品中 画面的色彩主要采用了红黑对比 加上自由奔放的不足 以及跳跃亮丽的颜色 透露出狂热的激情 而在曙光在现的一幅 所画的人体則比较简化 只是依稀提到一边的身躯 另一边则以快疾的笔法写出动态 表现了强烈的生命力 在尿井梅的人体画中 观众不难发现 他笔下的人物面容多模糊不清 甚至不画 他的目的是不想指向特定的人物 增加了观众对画面空间和时间的联想 在这幅作品时辰 也只是集中细致地描维了动态的身躯 仿佛在水中滑浮滑沉 画家认为 身体永远在当下存在 所以清晰可见 但头脑和思绪 往往游走于过去和未来 呈现在混沌的状态 在《生命之流》这个主题的作品 画家透过描维图案的身躯 配合流动的线条和颜料 去表现生命的变幻和生生不息 这幅作品是在2008年创作 人体耳探不勾滑 并且大幅涂抹去营造体积感 背景上方是冷调的蓝色 与下方的暖中色互相呼应 增加了画面的平衡感 另一幅即是原创于2011年 后来画家在2019年重新修改 他摒弃了固有的形体 着异于流动的线条 而夸张扭曲的身体 卷缩的姿态 令手、脚和臀部 仿佛连成了一条 渊然曲折的生命之流 画面也弃却了原本鲜亮的颜色 而是用同一个色系 去营造更加协调的视觉效果 在《尿井梅》的作品 画面和构图往往都不复杂 但多用上鲜明或对比的色彩 令到颜色的冲击 在画面产生力量 作品《午后》是显明的例子 画家在画布上平涂橙红色 以碳笔的线条 勾画无特意的动作 写出懒洋洋的姿态 再以对比的蓝色 同满于其他空间 突出了人物的形体 又呈现了抽象的意境 在《流动的时光》系列中 这两幅作品同样是以人体为题材 但主体和背景融为一体 带给观众更多的幻象 其中一幅画题是蓝 画家以深蓝色作为基调 再采用明亮的米黄色层层覆蓋 色块互相交叠 逐渐显露出一个躺岸的身躯 节奏起伏 时明时暗 尿井梅喜欢将绘画过程的痕迹 由开始到结束保留在画面上 画中所见流动的不足 象征着时间的流逝 画面的基里 就像是时光留下的印记 尿井梅的人体速写 和人体游画同一风格 虽然没有奪目的彩色 但它以流畅的不足 将平凡的单色 做出深浅不同的调子 就像国画中的麦芬五色 化成多种的色彩 将距体的质感和动感活现起来 它的束写不够结于细节的描绘和刻画 而是更注重肢体动态的塑造 例如 在这幅作品 就集中表现在上半身展开的身体姿态 内轮廓的线条和形体内部的宽线结合起来 具有很强的表现力 尿井梅画马主要是因为早年 在内地读书时下乡实习 曾经骑着马感受到的动感力量 结合后来在青海的游历 令到它好像观看风景一样 以平静的心态去画马 这幅作品以隆重的黑色描绘行走中的马 它就像一幅展影印在画布上 配合背景柔和的黄绿色调 打出了青海的草原风光 整个画面移幻移真 就是记忆中的印象 同样以马为题 这幅作品采用了截然不同的光影、构图 以及色调 在构图上面 马的身躯立直而稳重 佔据了整幅画面 肌肉和结构都刻画精密细利 在深色冷调的背景控托之下 表达出马的气魄和安稳的神态 唯一的动态 在于缓马轻素的马尾巴 似是驱赶蚊液 可见画家对动物观察入味 这个系列是尿井梅今年的新作 由于疫情所限缺少木突而写生 加上工作量的减少 它尝试放慢脚步 停下来欣赏风景 它改变了创作方向 由关注自身状态 慢慢转向观察身处的环境 而当中最吸引它的是 乘坐小轮时所见到 维港的状礼景色 尿井梅认为风景并不是静态 有别于人体或静物体材的单一主体 所以在风景画上 它主要表达空间和光线的融合 描绘出因为时间而不断变动的景色 这两幅作品 取景于日落时分的维港 以渡海小轮为主角 利用油画刀 做出重复的笔触 画面光影斑薄 但就细腻地呈现出黄昏的天色变化 作品影日采用了明亮的色调 展现了日光下维港的迷人景致 画家刻意把海水占据了大半个画面 在视角上拉阔了维港的视野 在后织层层的油彩中 间接地透露出底层的深蓝色 突显出海水的深度 日记系列表达了一连串的生活点滴 画家透过对日常生活的观察 捕捉瞬间的氛围 这幅作品描绘了画家的爱犬Dora 他将头靠在床边 正正迎望前方 神态写实 不发势力 呈现出动物的无法质感 相对之下 背景則是大不挥洒 抹上大片的珠红色 并露出部分未经大帝的画布 画家力求捕捉一个特定时刻的氛围 将主要的元素细家描维 却写起了其他的细节 令到观者更加专注在舅仔的神韵 画家以写实的笔调描维玩具摇摇马 连物件上的装饰图案都清晰可见 但后方的菊花和枝叶 则没有细致的描画 而是透过劝黎的色彩去大不捨意 背景的色块遮盖了局部的主体植物 造成若隐若现的效果 仿佛吞色的记忆 表达出旧日的情怀 在指南一幅幅写实兼写意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妙姐妹通过动静相交的画面 创作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绽放出色、傲人的色彩 令人留下深刻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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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